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 吉安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出席峰会 并重点讨论了吉安组织相互协作的关键问题 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以及进一步完善吉安组织体系的措施等 此次峰会恰逢集体安全条约签署30周年 和吉安组织正式成立20周年 也正值乌克兰局势胶着 芬兰和瑞典决定加入北约之时 普京在峰会上表示 俄罗斯与芬兰瑞典之间没有问题 他们即使加入北约 也不会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但如果因此北约的军事设施不断扩大 无疑会引发俄方必要的回应 普京指出 吉安组织在后苏联空间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 而北约扩张 基本被用作美国的外交政策工具 他提议授予独联体国家 吉安组织观察员地位 并称今年秋季将举行一系列 吉安组织联合军演 会后吉安组织发表了联合声明 吉安组织秘书长扎斯 在峰会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峰会并未涉及吉安组织 参与俄在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议题 不过据俄塔社报道 普京表示 他在吉安组织峰会闭门会议期间 向各国领导人详细通报了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 高校您好 今年是吉安组织成立20周年 而且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您觉得在这个时候举办领导人峰会 目的何在 对于俄罗斯和吉安组织会员国来说 这次首脑峰会意义很大 主要是因为欧洲现在处于动荡不堪之中 而且俄罗斯很明显希望通过吉安组织首脑峰会 来达到它的目的 也就是稳住正脚 而且能够加强吉安组织成立国之间的行动 甚至可能会讨论一下 关于如何共同针对乌克兰危机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另外一方面 吉安组织目前综合实力相对比较弱 而且基本上都是俄罗斯为主 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个陪衬 所以在国际范围内 在整个欧洲范围内 尤其是针对北约独独逼人的态势来说 吉安组织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带决的问题 那成立20年来 这些年吉安组织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吉安组织总体来说还是很正常的运作 它试图成为一个小北约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 就构成对整体的攻击 这一点跟北约有点类似 但是它也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我们知道1991年 苏联受种政情以后 它蜕变成15个加盟共和国 并不是所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 都变成了吉安组织的成员国 只有很少的国家 到现在只有6个成员国 对 你看一看第一个 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 它是扭头就走了 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乌克兰从一开始 也坚决不愿意跟俄罗斯走得太近 它迈向了一条自己的独立的 投向西方的怀抱 还有一些共和国 你比如说土格曼斯坦 它选择的是一个中立的道路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道路 所以到今天为止的话 6个吉安成员国抱在一起 到底是不是同心同德 还是说同床异梦 这一点我觉得都是要琢磨的 可以看得很清楚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他们真正的是亲兄弟一家人 至于其他的6个成员国 跟俄罗斯目前在战略上 在经济上 安保上 军事 国防等等方面 到底是打什么算盘 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那关于这个吉安组织 在开完峰会之后 也有一些声音说 接下来可能会考虑一个 扩容的问题 目前是有6个成员国 接下来可能会有 十几个成员国都加入进来 您觉得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它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 确实这样 如果我们看苏联收总政情 以后成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的话 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 我觉得绝对不会回来 乌克兰现在战事正在进行之中 我估计何时终结 现在也看不清楚 结束以后它也不会回来 还有其他几个 比如说高加索地带的共和国等等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中很多国家跟俄罗斯 现在也有很根本性的冲突 所以我估计 6个到底能不能扩党10个 甚至更多 这是一个疑问 还有一个现在很明显 就是你比如说像哈萨克斯坦 这样的共和国来说的话 实际上它跟西方的联系很多 中亚西亚有好几个共和国 他们都有基地是对美军开放的 当然其借口就是阿富汗战争 进行的时候 它必须要给美军提供一定的 国防方面的合作 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了 美国在中亚西亚几个共和国里边的军事存在 是不是受众正寝了 这也不明朗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基安组织要扩容的时候 我觉得不一定太乐观 我估计从6个扩到9个10个是有可能的 再多我觉得已经不可能了 在这次领导人峰会之后 基安组织也是发表了联合声明 其中有三点表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首先联合声明就表示是严重关切 一切不符合国际法规下使用武力干预危机局势的一些行动 这个如何来理解 这一条从文字上来说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觉得也应该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一个重要的规定 但是在这一点上 现在国际上争论很多 因为从俄罗斯和基安组织上来说的话 说我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战事是特别军事行动 其起因是2014年以后 乌克兰国防军在顿巴斯地区对于俄罗斯裔人民的迫害 所以当两个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时候 俄罗斯予以承认 而且跟他签订了和平互助条约 友好互助条约 所以我到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是正当防御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从美国 从北约 从整个西方国家来说的话 说完全不对 你是赤裸裸的侵略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如何界定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所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 在国际上分歧非常大 而且立场是敬畏分明 所以当捷安组织提出这一条的时候 它有个前提 前提就是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 本身是合理合法 是正当的 但是这一条本身呢 在国际上并不一定成了 我们中国从一开始 就是乌克兰问题 敬畏一定要分清楚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彻底的理顺 到底它里边谁是谁非 还有待于一段时间才能够理顺 有它自己的一个历史脉络在里面 确实 另外在声明当中还表示 兼组将会继续确保各成员国的边界安全 以及国家的安全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那这个声明当中这个表态 它是想针对和回应什么问题呢 这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点本身看文字上来说的话 也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也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而且任何国家不应该侵犯 但是对于吉安组织成员国来说的话 这一点现在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拿乌克兰来说的话 现在有风声说 波兰军队已经挺进到了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而且波兰总统已经高调的说 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应该没有国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就违反了吉安组织所说的这一条 虽然乌克兰本身不是吉安组织的成员国 也就是说六个吉安组织的成员国 现在都觉得 你谁也别来动我们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因为我们都是互相有安保条约 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攻 就等于是我们六个国家共同的进攻 在这个几个眼上说这样的话 也就表明了以俄罗斯为主的六个吉安组织成员国 都对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高度的重视 而且希望是能够采取集体行动予以保护 而且在联合声明当中还说到了 吉安组织希望跟北约展开务实的合作 如何来理解务实的合作 这一条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暧昧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北约和俄罗斯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水火不相容 而且不知道这场战 乌克兰的战是要打到什么时候 当然吉安组织说 我跟俄罗斯还不是一回事 俄罗斯是我们六个成员国之一 吉安组织可以成为跟北约相提并论的 或者是旗鼓相当的组织吧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而且从西方的角度上来说 从北约的角度上来说 它已经把吉安组织变成了 俄罗斯国家政策的一个外界的一个工具 所以他们不愿意跟吉安组织 作为两个相提并论的组织 来进行平等的沟通和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吉安组织来说 有点一厢情愿 而且在当今的现实国际形势下 有点不切合实际 因为我觉得现在西方和北约和美国 它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对手 而把吉安组织是作为 依附于俄罗斯的一个附带着的 小的组织 在军事实力上 北约和吉安组织 加在一起六个成员国的综合实力来说 完全不是平等的 那么针对瑞典跟芬兰 要加入北约的这个议题 看到普京的一个表态 他一方面说到这两个国家 同时加入北约 对俄罗斯是不构成威胁的 看似这个表态是比较淡定的 但他另外一方面又说 如果你北约要在瑞典跟芬兰 同时部署军事设施 那俄罗斯也不客气 会予以一个强烈的回应 那如何来理解这种 语气上的细微的一个差别 瑞典和芬兰的领导人 最近刚去了美国 跟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会面 做了联合的记者招待会 做了一大堆的声明 他们是迫不及待的要加入北约 对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其实俄罗斯的表态是不一样的 是 普京总统确实很淡定 但是它里边有一条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 你们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本身 俄罗斯并不害怕 但是你要确保在你境内 不应该部署北约的武器 尤其是战术和武器 或者战略和武器 是有条件的 是有条件的 那么现在很关键 你看芬兰总统和瑞典的首相 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他明确地说 我们即便加入北约 也希望能够跟俄罗斯保持友好的关系 我们也不希望破坏 我们现在边界上跟俄罗斯的和平的关系 这一点来说的话 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也认识到实物了 是不是觉得不应该把我们的国土 变成北约威胁到俄罗斯安全的前哨阵地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俄罗斯肯定会有反制措施 而且这样的话 对于芬兰来说 对于瑞典来说 都不会符合他们国家的根本的国家安全利益 另外看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他就说到 不应该让俄罗斯去独自对抗北约的扩张 他就号召这些吉安组织的成员国 应该团结起来 另外普京也在会议当中提出了一份倡议 他就倡议说 授予独联体国家观察员的这个身份 这如何来解读呢 独联体国家观察员的话 也就是说六个成员国之外的 其他的独联体国家 可以来列席吉安会议 参加他的一些活动等等 这一点到底实质上有多少意义 现在并不明显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独联体的很多国家 我举例来说 在高加索地带的国家 在这个阿富汗周边的一些 斯坦共和国等等 那么他都有自己的发展的轨道 他跟西方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还有你比如说像哈萨克斯坦 他是更注重跟俄罗斯的关系 还是向东看 更注重跟中国的关系等等 都有不同的想法 另外一个吉安组织实际上跟上海合作组织 从成员国 从地理环境 从它的定位等等 有很多相似之处 虽然吉安组织是一个军事同盟组织 而上海组织主要是一个安全 反恐 地区稳定的一个组织 但是上海组织再往下发展 会不会跟吉安组织 有更密切的联系 尤其是在军事国防方面 会不会有交叉 有重叠 这个我觉得都是应该看 在今后几年 十几年 尤其是考虑到北约东扩的进程中 吉安组织和上海组织 尤其是跟我们中国之间的 密切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会有多大的推动 新闻近日谈相关话题 下节回来继续来聊 一会儿见 新闻近日谈 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俄罗斯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宣布 俄罗斯决定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 俄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中的 北约和欧盟成员国 放弃了平等对话等原则 将组织变成实施反俄政策的工具 为了应对敌对行动 俄方决定退出组织 俄外交部同时强调 这一决定并不会影响俄罗斯 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存在 将俄罗斯赶出地区的企图 注定要失败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成立于1992年 是一个地区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 除俄罗斯之外 成员还包括了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芬兰和瑞典等国 您觉得俄罗斯这个时候 退出波罗的海理事会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俄罗斯退出非常遗憾 第二个它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呢 因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 现在执行的是一个排撤俄罗斯 和仇恨俄罗斯的政策 那么这一点呢 特别像美国和西方国家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要剥夺俄罗斯的资格这样的行为 俄罗斯这个国家有个特点 就是它绝对不会做到一个唯唯诺诺 它觉得如果它的尊严得不到保证的时候 它宁肯掀掉桌子 它也不愿意在那唯唯诺诺的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俄罗斯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组织 是非常遗憾的 因为为什么呢 波罗的海国家组织 它不是一个国防军事的组织 它主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波罗的海这边 航行自由的问题 航行安全问题 环保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 渔业问题 特殊经济区的保护问题 等等 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 它涉及到整个波罗的海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有11个成员国 还有11个观察员组织 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应该申请 加入波罗的海国家组织的一个观察员 因为它对于整个波罗的海 尤其是跟北海和大西洋 这边的连通来说的话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另外一个 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理事会里边 实际上它非常的重要 虽然它的海岸线不是最长 但是它从圣彼得堡 还有就是它的一块飞地 加利宁格勒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要把俄罗斯从波罗的海赶走 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波兰有个领导人说 波罗的海现在已经变成 北约的波罗的海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北约的内海 变成北约的内海 第一个它不符合事实 另外一个 你怎么解释 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存在 尤其是在加利宁格勒的存在呢 所以弄不好的话 如果说把波罗的海 要变成北约的 国防的军事的内海的话 那必然会挑起 跟俄罗斯的军事的 进一步的升级和冲突 但是目前来看 俄罗斯确实是波罗的海岸 唯一一个非北约的成员国国家 确实是这样 而且它现在受到排挤 因为整个西方 现在为俄罗斯为敌人而后快 甚至美国国务卿 甚至放出话来说 世界经济的发展 可以把俄罗斯 作为一个忽略不计的因素 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对俄罗斯的冒犯和挑衅 因为不管乌克兰战事 最后以什么结局而告终的话 你总得要有和平的那一天 总得要有以灵为善的那一天 现在就要把俄罗斯 作为世界经济一个无足轻重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的话 对整个北约 对于欧盟 对于整个西方国家 乃至于对于全世界 都不是一个健康的 不是一个有建设性意义的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波罗的海 所发生的这些事态的变化 是值得我们严密关注的 这表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 变得不共戴天 变得你死我活的这条路 这个对于世界和平和稳定来说 是非常不行 非常危险的 俄罗斯目前已经退出了 世界旅游组织 而且有欧洲委员会 包括看到俄罗斯国家的 这个杜马的副主席 托尔斯泰在5月17号也表示说 正在考虑要退出世卫组织 包括世贸组织 那俄罗斯作为联合国 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他退出这两个大型的组织 那对整个世界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俄罗斯 最近一而连三的退群 是很不幸的 而且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说 我与其留在这样的 国际组织里面受气 受大家的群功 而且不给我任何的面子和尊严 我还不如并起炉灶 我走了等等 这个在俄罗斯历史上 发生过很多次 在17世纪 18世纪 19世纪和20世纪等等 都有这样的先例 就是俄罗斯这个民族 一定要知道 它的敏感度在哪里 当它觉得 我的尊严被你践踏的时候 当它觉得 你不把我当成是一个 同等的 平等的对手的时候 那它也会把你当作敌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俄罗斯退出的这些组织 都非常的不幸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俄罗斯讲得很清楚 他说什么 你要把我从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赶走 没有这个选项 他讲得很对 原来俄罗斯对于联合国宪章 对于他在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是非常的看重 而且在法理上 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讲的是恰到好处的 他就是说 你没有这样的选项 在其他的国际组织里边 有没有这样的选项呢 不见得 因为每个组织的条约 它的规章制度不一样 所以比如说 不管是你刚才讲到的 旅游组织啊等等 他可能觉得 我不愿意留下来受气 我这个骨子里边 没有忍气吞声的骨头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离开了 对于世界整体的发展 是非常不幸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始终觉得 俄罗斯退出世贸组织的可能性不大 他现在把这句话扔出来 也许是探一探大家的口气 看一看整个形势怎么样 他是不是要退出世卫组织 这个难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俄罗斯已经拿出很多的证据 他说是我在乌克兰战场上缴获的证据 能够证明美军 美国在乌克兰做大量的病毒研究 其目的是造害于全人类 但是呢世卫组织就这一点 他不愿意接这个茬 联合国也不愿意接这个茬 这两天在联合国安理会 还在讨论俄罗斯提出来的 美军在乌克兰生物研究所所做的那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美国坚决拒绝这样的指控 而且呢在安理会 他也得不到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在世卫组织也得不到这样的进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俄罗斯是不是觉得 你世卫组织睁开眼睛 不愿意看我提供的事实 我走了 我不愿意跟你一起玩了 我要采取单独的措施 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有这个势头 如果俄罗斯退出了世贸组织 如果再想加入的话 是不是很难了 非常难 其实俄罗斯当时加入世贸组织 已经花了十二十年的时间 十九年时间 1993年开始申请 一二年才获准加入 所以投入这么大精力 现在又想要退出 您觉得可能吗 确实 因为为什么呢 从2月24号以来 俄罗斯现在已经面临了 一万多条的西方各国 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所以它作为一个 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本应享受的条件和权力 早已被建策了 所以他就觉得你给我的只是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名义啊 实质上你自己早已建它在底下了 你根本就没有把我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当回事而看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它放出风声来是有它的道理的 另外一个 这也跟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有关 因为俄罗斯最近二十年三十年 尤其是2000年以后 普京总统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后 它主要的出口 主要就是能源 所以它自己比如说服务业 它的轻工业等等啊 出口的量很少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军火工业出口很多 这些是不是真的都必须要符合世贸组织的很多很具体的规定啊 这也是难说 也就是说俄罗斯是不是得出结论说 我即便离开世贸组织 我也能够凭借我的优势 也就是能源军工这方面啊 能够横行在世界上 你们管不着我 这一点反过头来也验明了 俄罗斯是一个自己有实力的 而且它相信自己有实力 而且它相信自己没有魅骨 它能够奥利于人事之间 确实这样 好 感谢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街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